我們今天做的是射球的聲音 我們今天做的是要用MSZ射球的聲音彈落變化 然後我們測了兩次 第一次是在高度80公分掉下去的時候 測它的聲音的超低體質變化 然後另外的是160公分高的 然後我們發現說就是 高度越高它的那個間隔會比較大 然後還有 還有越往後面它的聲音會比較密集 我們現在用80公分測就好了 然後它看後來大家結果就是這樣 然後它的間隔 所以我覺得它就會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那它聲音也會越來越小 用快 endejamin